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 歡迎來到正向分析七宗序 今天我知道有很多問題的 為什麼呢? 我簡直在YouTube那裡 我是看不到直播的 今天是很有問題的 大家不能留言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改到直播的部分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其實我現在只是想測試一下 我現在進去正向部的控制版面 什麼都看不到 它就有一個Live字 這個很嚴重 現在看不到的 所以沒有留言 沒有得互動 各位網友說句不好意思 我正在嘗試用第二個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進去修改 但是 看起來 不太行 現在你可以看看 究竟可不可以 有Live的留言 可以試一試 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 現在很奇怪 總之很多問題 整件事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是這樣的 現在我看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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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因為 YouTube版面好像壞了一樣 沒有試過這樣 現在我盡量試一下 能不能做到直播 可以跟大家 繼續溝通 但是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現在真的不敢說 很奇怪 不斷按那個 channel content 想看看究竟 喂 那條片去了哪裡 現在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真的被他吹到啤一聲 現在很嚴重 完全看不到 大家在哪裡 好像失蹤了一樣 現在是 現在看到一些網友 現在看到網友留言 終於到 但是也是很嚴重 我完全都是 黑漆黑一片的 正常的版面 我是看不到的 先說句不好意思 這個是 希望大家幫幫忙 點贊 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 把直播節目的節錄 傳播出去 謝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現在 在香港的朋友 終於 新近回到內地的時候 就領教過一件事 就叫做切膏黨 其實在國內 切膏黨 收了皮很久 收了很多年 其實切膏黨 現在 在連堂口岸 就出現了切膏黨 其實切膏黨 是什麼時候出現呢 知道的事情 就是 在廣東地區 即是深圳 或者廣州 這些通常都是 2008年之前出現的 其實到了2008年 其實已經 沒有聽過切膏黨 接著呢 切膏黨就轉移了 轉移了陣地 因為你屈人的話 你可以屈一兩次 你不可以屈人很多次 他們在2010年左右的時間 移了去 大陸中部 和東部 那些新疆相反 就 托著一把刀 他自己 除了切膏 那一把刀 還有另外一把刀 托著 很恐怖 現在可以留言 幫友都說可以留言 OK 但是 總之也是很麻煩 因為現在是不正常的 我是完全看不到 大家的留言 正常可以看得 用到的版面 完全看不到 好像壞了一樣 哈哈哈哈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很抱歉 今天這樣的情況 我也不想 哈哈 我也不想 但是 明天晚上第一次 會不會康復 我也不知道 因為 有可能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版面是壞壞的 Youtube 這個我也先說清楚 不是 專門說 要做些出格的事情 就這樣好了 這個 切膏黨 竟然在連堂口岸 出現 那 這些新疆切膏 其實是很漂亮的 但是 我建議大家 小販放出來的 一定不要買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幫人 很離譜 之前 我說回應該是一幾年的時候 的事情 在大陸 曾經有人買過 切膏 那麼 他們 撐過之後 覺得 沒可能這麼重 是不是究竟 加了水銀呢 在2012年1月的時候 在海南島那裡 海口 就試過一宗 又是切膏黨 強買強賣的事件 他的體積很小 但是很重 那麼究竟加了水銀 還是加了圓 都不知道 但是 如果加這兩樣東西 我也告訴大家 都是 糟糕的 吃了下肚子 都是會很嚴重的 有些幫人說看得很正常 希望 可以繼續正常 其實我是看不到的 我只能夠像大家一樣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但是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控制版面 控制版面 雖然我也不太看 但是 那些控制版面 比較清楚 控制版面是黑色的 黑底白字 所以 就更清楚 白底黑字 那麼 荷李勇說 那些人說 切膏很騙錢 其實 如果在內地 現在他有正規的商場 裡面買切膏 那 他是寫到明碼實價的 北京我也見過 我也買過來吃 沒事的 如果是正規商場 但是現在最嚴重的就是那些 街邊的攤販 他 很糟糕 現在就出來 還要特地放在連堂口岸那邊 其實 他是怎樣的 老闆就說 要五元兩 就要上程 接著客人就說 要二十元 其實很重 客人沒有概念 他隨便放一把刀 都夠不夠 差不多 不會太多吧 然後一切下去一片 就一百多元 這些 已經算好了 我告訴大家 這些已經算好了 但是 有些人 買回來後 切膏是不懂的 裡面有沙有石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是騙人的 我告訴大家 還有 切膏黨其實 其實 在廣東 是二十年前的事 他們屈人買 那些是很糟糕的 其實 以前 在深圳 經常有人大打出售 其實就是 這是二十年前的事 以前派出所都捉不到他們 以前是 如果你去東北 他有另外一種 東北高 現在很多人流行去東北玩 有東北高 那又是 要一把刀切下去 接著是青蟲 一定要問清楚 究竟是多少錢一斤 多少錢一兩 一定要 不過街邊攤販 我是建議大家在內地 盡量不要光顧 因為很多時候是千王之王 哈哈 即是現在千王之王 從出江湖 哈哈 那 閉羽家人就說 街邊也不要買 其實 國內 街邊攤販 如果你熟的話 就可以的 即是早餐的 攤販 其實那些 要試一下 要交一下學費 北京我也試過要交學費 就是天津那些 我也試過交學費 但是 有些事情 都是要謹慎一些 即是如果去到內地 因為你人生路不熟 你不要以為貪便宜 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那麼 草本綠色來說 切高這麼貴 再貴也有 切下去一刀可以 即是 可以是 六七百塊的 現在說的是二十年前 切一刀下去六七百塊 哪有這麼多錢 哈哈 很麻煩 會不會有良心攤販 是有的 但是很少 在街邊賣切高的 良心攤販 少得沒有人有 我都提醒大家 扎斯山就說 新疆少數民族有特殊的民族政策 就算新疆有錯 警察也會偏幫 這個 如果你十年前說 也是 但是 老實實 最近 我上大陸 就是19年 19年 其實我已經很少見過那些攤販 其實街上沒有什麼攤販 李克強說要搞地攤經濟 那些地攤經濟又出來了 好了 地攤經濟又出來了 其實就是 不規範的東西又出來了 其實就是 所以是很嚴重的 那儲本綠色力量 就叫城管來抓他們 可不可以 新疆人 就不行了 不敢搞新疆人 不過 現在 只是輸錢就是好小事 不要跟他們爭執 真的 我提醒大家 不要跟他們爭執 你最好就是混路走 見到別人買切糕 你就混路走 因為 大家都知道大家是騙人的 大家看到這個 是老坤的 坤人的 貝勒格格 多謝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讚先生說 以前有個笑話說 買切糕都可以買一層樓 切糕全部都是堅果 唐章壓縮密度非常高 其實 他們最糟糕是 之後用來挖錢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買切糕是一定沒事的 就是那些 商場裏面 就是我認為 商場裏面正規經營那些 如果在街邊攤販 我是真的不會搏 有人跟我說 就是在新疆OK的 新疆那些街邊攤販 那些都可以的 但是我也不相信 因為我有新疆朋友跟我說 本地人都不吃切糕 哈哈哈哈 就是他本地人都不吃切糕 根本是用來騙人的 哈哈 那個新疆仔跟我說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我相信他 為什麼我相信他呢 因為我也沒見過他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那 我親戚被冤過八十幾元 八十幾元就算OK 但是他們很糟糕 他們呢 之前試過 在北方試過 怎樣呢 他們專門賣這些切糕的 然後就逼別人交易 就是別人身上有多少錢 他基本上是 拿了這些錢走的 然後還有 你很少錢的 他會打你一身的 這件事就是08年的時候 在河北那裡發生的 哈哈哈哈 你不買錢 你不買就是打你 哈哈哈哈 你一定要看到他 遠遠都要運路走 哈哈哈哈 一定要運路走 哈哈哈哈 如果不運路走是不行的 我告訴大家 這件事就是09年的時候 新聞報發出來的 就在石家莊那裡 他叫價是三元一斤 然後撤了之後 就收你三元兩 這個又是斤面兩 或者 香港那些斤面兩 你覺得很離譜 其實 這些東西 都不知道誰學誰 都不知道是香港學內地 還是內地學香港 哈哈 這件事就是09年的時候 媒體報的 這件事他們搞的那些叫尋人之事 和強迫交易 打電話報警處理的案件 都是幾十宗 哈哈哈哈 他們這些強迫交易 故意傷害 稱霸一方 危害群眾 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團夥 在石家莊那裡抓了34個人 全部都是外地人 其實全部都是不知道什麼人 哈哈哈哈 這件事是怎樣的 現在告訴你 08年12月19日15時 即是下午三點到 鄭定縣、陳某和樓氏 三兄弟 四個人 走到石家莊 市品會時代廣場 東北閣門前的時候 這些就是在商場外賣的 那些 陳某看到有人賣切膏 很漂亮 問了 切膏三元人民幣一斤 那要買一小塊 那之後呢 一切一刀 馬上就說 哎呀 五斤 三元一兩 不是三元一斤嗎 不是三元一兩 那 那 他就跟陳某說 要百五元 那陳某沒有錢 把身上的錢拿出來都沒有百五元 那 然後 打算 立刻要放下那個切膏 立刻急急地走 然後立刻被那個當主攔著 那個當主就 言語恐嚇 然後 還在附近賣切膏 有幾十有 然後就說 切膏一切 就一定要買的了 這樣啊 那 然後呢 就拿著 武器 對陳某 四人進行圍毆 毆打 哇 多嚴重 那 他又有一個棍子 他 內地那個棍子 叫號靶 其實就是徐仔棍 對四個人圍毆 導致兩個人輕傷 然後呢 一個人輕微傷 一個呢 沒有做傷情鑑定 但是傷者呢 腿部 手臂 胸部 多處骨折 這樣 Happy Wonder就問 麥哥是切膏 這些是新疆特色產品 切膏 那 石家莊市 新華公安局 警員 接報之後 就馬上找到警力調查 那 石家莊勁 他那個市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市公安局局長 張鐵力 和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 副局長 許鎮霞 高度重視 立刻 作出指示 要求迅速破案 發現一宗 打擊一宗 盡快規環市場安寧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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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馬上查了 發覺什麼事呢 原來很多單 買切膏 價錢太貴 拒絕購買 就被店主打傷 被攤主打傷 接著有人就被人強迫 這些全部都是市場外面的 那些角落位呢 就被人強迫買幾十元切膏 你想想二十年前 也沒有二十年前 十幾年前 六十元七八十元 其實都多錢 因為在大陸吃過飯也是十元左右 哈哈哈 你想想六餐至八餐飯的價錢 那這些賣切膏人員呢 他們在哪裏呢 就是他們在火車站廣場 在市公里街 還有新華集貿市場外面 作案對象通常都是年輕女性 多麼糟糕 那些人去買的時候就說 切膏每斤三元 其實切膏很重的 要一點點 接著一刀切下去 切多幾倍 然後馬上說 不是三元兩 不是三元一斤 是三元兩 現在這樣 本來三四元 可以買到的切膏 變成五六十元 有時候就兩三百 哈哈哈 接著一般人身上沒有錢 給不到 如果不買 接著就是 以多欺少打你一旺 威脅恐嚇 遺偶 限制購買者的人身自由 侮辱 甚至是毆打手段強迫購買 不買就不給走 接著就是糾纏同伙 對買這個切膏的人 就是毆打 女孩子不行 害怕 全部都拿了錢給他們 還有 有時候沒有錢 還要 黑球旁邊的人 一起買切膏 多嚴重 受害群眾在這件事 這件事是 2009年的事 是幾十人 哈哈 多嚴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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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尋釁指示 當然是很離譜 你說是不是 有其他人都會做 其實內地的騙徒 是少了 很多時候 你要調整一下 心態 如果回到內地 這也是內地人教我的 不懂的 你不要去地攤賣 真的 你不熟悉的地方 不要去地攤賣 那些地攤經濟 九成九都是騙人的 哈哈 哈哈 加加成長 怎麼侮辱你 當然是罵人 講出口罵 哈哈 哈哈 讚師先生說 現在沒有這些故事 文明了很多 但是騙人是一樣的 那些切膏 在連堂口項 我可以差不多百分百肯定 這些都是騙人的 千萬不要光顧 真的 你自己去買是吃虧的 雖然看起來很吸引 但是這些切膏類似的東西 在西方國家也有出賣 而且是很便宜的 那些叫Nut Bar 哈哈 其實也不是什麼貴的 不過 這樣說 其實都是類似的東西 那些不同的杏仁 不同的果仁 那些人 壓在一起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淋一些朱古力在上面 鬼佬是很多這些的 不是說 不要回內地消費 而是 這些 因為太容易被人騙了 你要買的話 都是去正規商店比較好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加減成長 香港也很文明 啊 藥房不就是這樣騙人 哈哈哈哈 是會這樣的 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要小心 其實這個要小心一點 所以就 那 Jeff Yeung就說 河南鄭州很安全 我也打過問號 你說 河南鄭州很安全 就是這樣說 在內地 有熟人就好很多 不過有人說 似熟賣熟 專門騙你 就是這樣說 通常這個世界 有東西叫吸引力法則 就是 通常你這個人好 你黏在那些 黏在那些人 都是好人 哈哈 就是這樣 那 澤先生就說 國內現在很少有切糕賣 新疆人都改買 羊肉串 串串燃賣 切糕在哪裡可以買呢 在商場裡面 他們有一些 有特色的 通常 就是跟那些 東北高那些一起買的 雖然說 喂 那些另外 那些東西 其實大家都是甜品 現在很流行 在那些超市裡面 不是大型的超市 大型的超市 我又沒見過 就是小小間的超市 不是超級大間的 它裡面就會有這些 民族食品買 或者不同省份的特別 在北京很流行 但是你說 在街上會買 你看到別人賣切糕 你是運路走的 我都一定要說 是九成都騙人的 我只能這麼說 九成是騙人的 那 如果你說買羊肉串 就是這樣說 其實 新疆菜在內地吃的 是很划算的 我也說 如果你在北方 吃新疆菜 是很大盤的 你真的不用叫這麼多 叫一兩個就夠了 其實 Jeff Young就說 火車站外的範圍 治安都OK 是的 都OK的 理論上也不會有切糕 在那裡開 但是為什麼他會開到 在連堂那裡 我就有一個問號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有人趕的 但是為什麼會 在連堂口岸那裡 整當切糕 香港人呢 精準 劏香港人呢 我就不知道 這個 這個我也解釋不到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話題 這會不會有空 就好了 看見 有很多 這個 你 這個 快點 然後 還 有很多 快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